诶 刚刚解释到哪里 然后乌贼尖尖说 对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的头是圆的呢 他们两个一起抓抓头 他们两个一起抓抓头 然后看另一个笑了 尖尖说 圆圆 你的头让我摸摸看好吗 圆圆说 好啊 但是等一下 你的头也要让我摸摸看 尖尖一边摸摸一边说 哇 好滑的头啊 我从未摸过 个这么滑的头 然后 章鱼圆圆 然后换章鱼圆圆的 他摸摸着尖尖的头 心里想着 哇 为什么他的头 这么的尖 诶 我是不是写错了 是这么远啊 诶 然后 这样他怎么戴帽子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久了会懂 如果你长期的看哦 其实你需要多久的训练 你才能看懂这种文章 以我们说中文的人而言要看这个 我觉得应该蛮快的 可能你训练个三个小时 搞不好你就可以看懂 但是如果是老外而言 他们会比较有接受 因为这是要给老外看 不是要给我们看 我们看中文版就好了 老外才会透过这个 才来看翻译版 那因为Google翻译目前还没办法翻得很好 所以老外看这个翻译版 可是问题是 老外到底要多久才能够 学会看这种文章 这一点我没评识过 找一个浪漫的浪漫 找一个浪漫的浪漫 对所以我应该去找Tim 那个 还有找Tim的小孩 叔叔品的小孩 怎么好像小孩看这样 他们家搞不好会变成我的测试 测试案例 那时候再去找他们 感觉不错 其实Tim也是写程式的 他Python很厉害 他其实原本是程式设计师的 那这个我觉得 如果我们看中文当然是很快 我给你看一下中文版 再是中文版 那我们看中文会比较快 我们看英文会觉得 有点颇大 你们直接过来好了 你们来操作这边看 因为我想知道一下 然后你看完一遍中文 你再去看一遍 可不可以看得懂 你来操作 你来操作 这么多 這裡有一些字典沒有的 我就把它直接這樣輸入 ? grandma 1 2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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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